中興兄弟新秀蘇偉達 火力兇猛 四月二九三十 連續兩天 角色至少三隻安打以上的猛打場 他在四月份頂替一傷缺陣的許季孔 擔任球隊先發一雷手 至今出賽二十二場 累積六十四打數 二十二隻安打 包含生涯守轟 打擊率三成四次 把握機會用手中的棒子證明實力 其實那時候上去的時候 都沒有比賽的感覺 第一次上去真的蠻緊張的 所以我慢慢慢慢調適 慢慢調適 然後看影片 回去看自己的影片動作之類 然後慢慢修正 二十五歲的蘇偉達是聚棒一年級菜鳥 遵守兄弟競爭激烈的異壘防區 好不容易熬出頭 心裡背負的壓力絕對不小 壓力是一定會有 壓力會讓我成長的這支原因 然後怎麼去調適 就是看自己 什麼是觸發的壓力吧 對啊 我可能就是 類似多禱告之類的 對 比賽前我會放空 靜靜的 然後禱告這樣子 擔心你更放鬆一點這樣子 由競爭才有進步 蘇偉達不擔心付出後的徐基鴻 會不會壓縮自己的上場時間 反而專注於實現自我目標 目標就是每一場 至少兩隻安打這樣就好了 自己小小的目標 可是如果設太大的目標 我覺得會帶自己 太大的壓力覺得這樣不好 剩下每場比賽要敲兩隻 安打的目標 也間接宣告自己想留在 賢法陣容的決心 這位備受期待的潛力好手 未來能不能成為黃山軍 不可或缺的主力戰將 大家都很期待 外體育新聞綜合報導